哈囉 我們要介紹這台 控溫主機 就是交換棒在插帳上面 來控溫的 這台叫做 雙顯示的它兩個字幕 然後雙保險 然後 今天等一下影片我會發上去 我告訴你今天我拍了四支片 我突然發現原來難優不好當 四支片拍完我頭昏有點腦上 其他東西都不會脹了 只有頭在脹而已 然後這台主機 注意看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看第一項 四大特點第一項 採用雙計電器 雙計電器設計 雙重保護 雙計電器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就把它實際拆開 好東西 好東西不怕拆 四顆螺絲 我已經先拆一半了 有可能在家可以自己亂拆嗎 建議你不要拆 沒必要啦 我是要拆給你們看而已 而且它這邊有一個貼紙 故意貼在這邊 就是不讓你拆起來 然後這台本身有防噴 噴溅啦 就有防水了 來 來給你看一下 這一個就叫做雙計電器 這一顆就叫計電器 它有兩顆 應該就是類似電腦兩個CPU的意思 兩個CPU的意思 像這樣 然後更精準的一點講 就是說 雙計電器它就是 雙計電器 好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雙計電器 在那裡 應該就是壞了一個還有一個吧 雙保險啊 雙安全氣囊啊 雙胞胎啊 雙小三啊 雙個老婆啊 都是好事嘛對不對 成雙成對嘛 對啊 對啊 好 我們把它鎖上了 剛剛的架子 它只有附一個這個啦 這個你們在用就這樣 這裡先把它弄上去 然後再轉上去 你就可以 吊著 啊 不想吊這麼高的 你就弄在上面這個 轉下來 這邊有卡住一顆 先給它撥起來 弄在這裡卡住 然後這個這樣 吼 這可以 這可以 可以Q可以撥 你不要這樣 我這樣 撥長 對不對 撥長你就要拜託我 我就重結給你喔 吼 然後來 這一個 我拆一台新的 給你們看好了 來這裡 這樣這不是很新的嗎 不是啊 這你們已經 這叫開箱文 吼 這台主機在這裡 然後這一包 我都喜歡拍影片耶 因為其實如果是 我有影片看 我這麼不想看說明書 你娘餒 說明書有什麼看完 還看不完 咦 它掌握線是兩個喔 沒錯 所以叫雙保險 酸感 酸感應線 酸感應線 來這一個 兩個都要擦喔 沒錯 整張好好 好 這個擦 這個叫做 感應線 感溫的 感應線 感溫的 這一個 這裡 有分兩十這個 這個是水位警報 喔 所以它有兩個 齁 今天有一個 台秋的禁賞 台秋的禁賞 禁賞 它有兩個大小頭部一樣 就一個凹的一個是鋪的 一個是鋪的 一個是鋪的 沒有啦 它兩個大小頭部一樣 就一個凹的一個是鋪的 你看 對啊 其實這樣啊 你這個強炸你也炒不下去 所以它有方待啦 齁 同時那個 糯爐人 既然是康仁的炸 這種齁 你會炸炸牌齁 你會讓它塞到手上都紅起來 好 類似這樣 就是一條電線 這是電源嘛 然後這個是加溫棒的插座 然後這個是感溫線 這個是水位警報嘛 來跟大家講 在這裡 這邊我用一個小魚缸做示範齁 然後加溫棒建議買這個海王的 我們這台海王的 它裡面其實也是電子式啦 但是它是用轉盤設計的齁 來我們在這裡 哇差點差了 現在水溫是 26 你看我如果把它開在 2425它不會亮齁 要開到2627它才會開始亮 那我告訴你們齁 這個是魚缸溫度 這個是你的設定溫度 像我現在設定溫度是 魚缸 現在魚缸的水溫是26 設定是29 所以它就會加溫 但是因為我的 我的線沒有插上去齁 我給它設28好了啦 我跟你講你如果設28 加溫器這裡就轉30 加溫棒比主機還要多2度 才不會兩個同溫度的時候會互相干預 然後這個原理就是什麼 你知道 你的主機如果壞掉了 一直要加溫 這支加溫棒到30度就停了 它不會讓你煮魚湯 然後如果你的加溫棒 壞了30度 它要一直加上去的時候 主機這裡只到28 28它就斷電 不給它電 不給這支加溫棒電 所以它也沒辦法加上去 這個就是雙保險的意思 你看 我現在水溫26 我調28 這個加溫棒調30度 這邊亮紅燈就加溫 所以給它電 如果我把水溫設定低一點 我設定25度 它就水滑了 你看 現在這裡水溫是26 我們設定25 它就沒有加熱燈 它就不給電 這一個主機 它就連待機溫度都沒有 所以這種互槍配合的話 這種一定是要這種 旋鈕式的 半機械式的 你忙用電柱的 電柱的每次斷電起電 斷電供電的時候 對 它會回到26還是怎樣 會回到它的原廠設定溫度 你一定要用這個機械式 好 好 然後你看我現在設定28 它散溫一下開始 絕對不夠 它就會加熱 有沒有 它燈亮了 它就給它溫度 這裡就開始加 要等它一下 它要啟動 總要感應個幾秒 然後 好 那我們現在看 這一台它有幾個警報 來 就是這一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叫做感應線 溫 溫度的感應線 你不要那個喔 你不要加溫棒跟感應線 把它綁在一起喔 這樣子它的熱流加上去的時候 就會馬上籠罩它這裡 它就會停機 齁 所以 記住就是說 你的加溫棒如果在 這一頭 你的感應線就是要離開 你的加溫棒 齁 那 加溫棒有什麼情況會燒掉呢 第一個 這個 有時候你在洗魚缸 洗一洗的時候忘記 有沒有 忘記把這個感應線拿出來 掉在外面 結果室溫22度 阿你的 它就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 燒掉 齁 可是像 這一台它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現在把感應線放在這裡 齁 這一台它有一個 作用就是說 如果超過你的魚缸設定溫 超過你的魚缸設定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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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在哪裡接 來 開始的這個警報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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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怎樣呢 超過你的設定溫三度 它就會警報 然後開始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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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過熱 超過你的設定溫三度 它就會叫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拿回來這裡 你應該要把它關一下不然 也可以關一下 但是我要設定一下給你們看 這樣比較慢 它要叫完 它其實溫度會一直掉 等它掉回去那個 有沒有 掉回去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它的叫聲就會比較慢了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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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然後它這個聲音比較大 這個有改良過 32 齁 好 那等一下 欸 33喔 欸 你看 31 沒有誤差三度就停了 不會再叫了 有喔 這就是溫度的那個 溫度的顯示 齁 溫度的警報 你幹嘛抓我的魚餅 你抓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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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我的聽眾朋友 他知道我說不對 意思夠就好了 齁 你們不會今天打第四集片齁 AV男優也不是這樣做的 做到現在已經頭上誤了 好現在這個水溫是銅水溫嘛 28 29 那你看齁 來來來來 我們再來用一下齁 太冷喔 你如果去按摩店齁 他碰一個熱水 還帶一個冰水 你就知道要冰我五重天齁齁 你就知道這個小姐 真的很有敬業精神齁齁 以上這個片段 是我看一路相思看到的齁 絕對不是我親自的了解 我沒有在旁邊去那邊齁 齁 啊來 啊你如果看到他碰這個 你有沒有 你就知道死了 齁 不是不是不是 你應該是去犯什麼 案件讓人抓到 人家現在拿這個 要給你冰啊 你知道嗎 整隻膠袋 就在放在這個 一直冰 冰到你膠袋 給你膠袋 丟到就不容易 來 現在我們來算一下 冰我五重天齁齁 現在現水溫是28度 設定溫度28度 水溫也28度 所以他沒有加熱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換過來 開始調了齁齁齁齁 他這個 機械室的 你給他一個時間歡迎齁 來 現在26度 快點快點 我們準備要叫了 來開始叫了 剛剛溫度低到24的時候 剛剛溫度低到24的時候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給他加溫了 有沒有 然後現在繼續冷下去 他就 一樣你設28 他到25 到24的時候 就開始叫了 那我們現在給他回溫一下 你看 你看 16 16 18 你可以啊 你在你家剛拿到 你要玩一下可以 這裡 這個警報聲的優點就是 夠大聲 聽起來 夠緊張 夠緊張 就是 讓你你的鬧鐘 用這種就對了 你就絕對睡不著 一定會起來 因為聽起來很煩 好 好啦 再給他跑一下 他要兩度兩度跳 好 已經有在盡力 一刀兩度 兩度 兩度兩度跳 所以你看喔 高溫高於你的設定溫三度 他會叫 低溫低於你的設定溫三度 他就會叫 好 就告訴你 加溫是不是壞了 或者你加溫器 就是壞了 或者是沒差 現在就沒差 好 然後來 所以你看 第一個他有 上下溫度的警報 好 然後 還有一種溫度 就到36的時候也會叫 但是也不可能 你主機除非你要設33度 32度 他超越到35 36度才會叫 好 那個36度會叫 就不用再示範了 好 然後來 現在水溫是26 設定溫是28 所以他給他紅燈 加溫器在加溫 讓他 加溫器在加溫 你有看到熱流 有看到熱流嗎 有看到熱流嗎 有看到 有看到 這種 勢力是看不出來的 然後來 現在他現在開始在加溫 然後我們現在看 我們現在剛剛說的是感應線的 然後你現在看這一個 這個叫做水位警報 水位警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時候加溫器怎麼燒掉的 你在換水 你忘記關 水整個降下去 加溫器在空氣中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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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護套的 有塑膠套的 塑膠套會燒到融化 你的皮就燒到達味 很緊張的 沒有護套的 直接燒到加溫器破了它 我現在這支海王的 有一個優點就是 你真的 露出水了 一直燒 短時間的話 它會停機 你等它冷的時候再用 欸好了 但如果長時間太久的 還是說溫度太高的 它直接 裡面保險是會燒斷 燒斷就斷了 齁 就不會煮魚湯 所以說不會熱 就這樣 斷了線 就這樣 不再相見 林慧平的 好像是樹吧 齁 這首歌 然後 那個一旦斷線了 就回不去了 齁 就壞囉 對 那天我在車站等你 你始終沒有來 就這樣斷了線 那個MV好像這樣拍的 你們有空可以搜尋一下 齁 很唯美啊齁 那個年代的 然後 要講什麼忘記了 齁 水未請報 好 不是啦 那個水未線啊 你水放乾了 然後你加溫器沒拔 它會燒它 你知道嗎 因為它不知道啊 我們都不夠 它叫它一直加 它一直空氣中 水溫 水溫還是 水溫沒有異常啊 可是加溫棒一直加啊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來模擬一下齁 所以它有一個 你忘記 你如果忘記那個 忘記把水開關拔掉會怎樣 我們現在看喔 這個水未緊報現在這裡齁 等一下水未降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停機 它就不會再加熱了 齁 水未開始下降了 來注意看這裡 它把電切掉了 不給它了 有沒有 紅燈以前花了 它的溫度沒有到喔 加溫器也花了 因為它沒有給它電 所以它就沒有電了 有沒有 這個就叫雙保險 所以你看這個 它就是有離水 低於水位的自動警報 所以這個你要把它黏在 水位線的地方 這個我只想到一個問題啦 久了以後這個吸盤 可能會硬化 到時候硬化 到時候再找那個 再找別的吸盤給你 啊!封管吸盤都可以 然後你再拿一個線 這個不會拿掉嘛 這個硬化以後還是在 我給你一個封管吸盤 你用這種縮大 它縮不下去 可以黏那個吸盤 那一顆吸盤就可以重複更換 這個黏在上面拿不起來 也不要拿起來 不要拿起來 就做可以爆 齁 然後你看喔 那現在是不是 水位比較低 好 那我們再把水加回去 唉唷! 你不知道它為什麼沒有加 剛剛空的時候 那個 現在設 魚缸溫度已經比設定溫高了 好 我們假設把魚缸設定30 然後 設定溫度 然後魚缸溫度是29 它就給它加熱了 有沒有 好 我們用 用這樣子來試 因為 剛剛這樣 唉唷!那就是室溫 我們室溫比較高 因為那個加溫器 加溫器在那邊加啦 加溫器有餘熱繼續加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齁 現在還在加嘛 水位低於那個下端 好不好 它就沒被電了 連這個也花掉 連這個也花掉 所以這個又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你如果換水不會去半 不會去半這個高溫 那我現在再把水加滿 有沒有 它又開始加了 齁 所以即使你 換水的時候忘記拔交換器 它也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但是這個就是要黏在 就是你的魚缸的高水位的位置 還是 三分之一再下來 反正你換水就會三分之一再下來 你也不要黏到最高 等一下 湿水你不會去天 結果它加下去 它就沒加溫了 沒加溫 你的魚缸也會冷氣 就差不多 魚缸要三分進 你的換水的地方 好 好 大致上就是這一台 介紹的重點在這邊 齁 好啦 沒什麼要講的了 那我們要看一下 36度的加溫 警報信用 那我先把這個溫度調到33 喔它可以調到34 喔 好啦 調到34 然後 你把它拿出來它就不會加熱 你那個 你那個是水味 阿伯你拿錯了 靠北我拿錯了 我拿成水味那個 靠腰 你不能直接用熱水 把加一點水 你改 沒那麼熱了啦 沒有那麼熱了啦 現在是 設定溫29 然後 把魚缸水溫29 設定34 我這個水不是要含36度 應該含吧 他還有一個就是到最高溫36度 他就不給電了 你看 35就不給電了 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叫了 有啦 最高溫到35 他就不給你電了 齁 因為 35又很高溫了啦 你如果養龍魚跟七彩的時候 生病有時候會加到32度 33度 齁 但是 比較不會加到35度 但是我跟你講 35度的時候 其實魚還沒掛 冷水 35度的時候 魚還沒掛 只是說 有點危險 齁 他要等溫度 回去 他就會 停 啊 我剛剛31 齁 我設定31 所以33他也會叫 這樣比較快 吐冷水比較快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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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設定34 他水溫27 他又開始叫了 齁 這樣剛好差三度就不會 可是再 少個一度 他就會開始叫了 齁 所以 正負溫超過3度 他都會緊爆 然後水溫超過35度 自動停機 齁 然後 水會滴於 就是 水會緊爆器 滴下去以後 也會自動 停機 齁 他的停機就是不再加溫就對了 類似這樣 齁 你們在用的時候 記得那個高度要抓好 所以這個高度要抓好 齁 也不要貼在魚缸的正上面齁 齁 齁 這樣你吸水吸不多久 他就停了齁 齁 齁 要在魚缸的三分之一處 齁 還是三分之一還要去 你換水的換的地方就對了 齁 四分之一處也行 魚缸到四分之一 你又沒有水也行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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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以上介紹這台 我告訴你 這一台我讓大家等了大概兩個月 因為我就是要等他的新功能 有這個水位警報 齁 這台是我之前賣兩三年 那個機種 同樣那個公司 然後他在 他在進步在升級的 升級的主機 齁 我就在等這個功能 所以讓大家等了一下子 我不想再賣舊的啦 因為我就覺得 你新的有出來了 我還賣舊的幹嘛 而且我在賣東西 只喜歡賣一個 一種東西賣一樣就好了 除非又找到比這一樣更棒 欸效果更好 像降溫器第一個就是 安全啦 安全性更高 齁 不要講他虎花的外表 那個沒有用 齁 漂亮不能當飯吃 齁 除非你是model 第一個就是安全 好用 然後第二個 外表 喔對 好 靠北 OK 那就這樣 這台1500 啊跟我們的這個 海王的加温器一起買的話 可以送一個電時器 不是啊 靠腰 溫度計 你看 你要討好嗎 來溫度計後面拍一下 這四顆 齁 啊這顆不要買啦 這顆太陽冷的 那個 室內沒有很亮的話 也那個 數字太淺了 我改天會再進一個好一點 齁 啊這幾顆都可以 雙顯示的話就這顆 要準這顆最準 但是這顆最多人買 因為這顆好看 齁 啊這個都250塊一顆 然後 買主機加一隻海王加溫棒 我就可以送你一顆這個溫度計 齁 齁 這個都很準齁 這個就黏在後面感應 玻璃 玻璃水溫就是魚缸水溫 齁 因為玻璃很會傳熱 好 就這樣 介紹完了 掰掰